这个案子呢 之前我打电话沟通了很多次 现在看来调解是已经完全没可能了 陶大明 也就是起诉方 他认为如果被告葛情情 全身而退的话 那他这一辈子恐怕都睡不了个安稳觉 而被告葛情情呢 也是完全否认自己有责任 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现在双方都在网上 玩命地攻击对方 案子已经立了 是 所以说关于这个案子接下来怎么审理 您看您什么指示 中院的审理石勇这个刑事案的时候 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所以我们决定 要组织院里的精兵强将 对这个案子严格把关 那您看 我在不在这个精兵强将的行列里 这个案子可不好审哪 我知道 所以我才想挑战一下 我想申请担任这个案子的审判长 这挑战也是把送人间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很多事情就不好说了 我知道 师傅 借这个机会呢 我想跟您说说心里话 自从我去了这个立案亭 这事务性的工作室多了 可是案子少了 我这心里边直痒痒 尤其像这种案子啊 机会比较少 所以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我想只顾眼前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那您同意了 但我还要提醒一句 这个案子 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定要慎之又慎 我明白 行了 又来了 谢谢 赶紧走吧 我去准备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